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包炸讲堂 我们是有5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我是主持人小果 今天我们来说说,体检不做4个检查,得了癌症都不知道 3个部位最好每年体检一次 在评论区回复体检,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题目中交流关于体检的那些事 为什么要做体检呢?体检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很多疾病早期是没有异点症状的 这个时候,如果能及时接受体检,就能及时发现 从而及时采取治疗方式 也许能将正在发展的疾病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是基本的体检只能发现一些最基本的疾病 要想发现癌症,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检查 1.肠镜 如何发现大肠癌?肠镜也是一种有效的检查方式 肠镜不仅能发现倒期大肠癌,还能发现大肠癌的癌前病变 发现了大肠肌肉,还可以通过肠镜给予切除 2.肺部CT 在所有热性肚瘤里发病率最高的莫过于肺癌 如何才能及时发现肺癌?肺部CT显然是最佳的一种检查方式 不同于胸片检查,肺部CT看得更为清晰 可以发现直径在1厘米的小肺癌 3.胃镜 如何才能发现早期胃癌?胃镜检查无疑是最佳的方式 这是其他检查都无法替代的 我国胃癌的发病率非常高 建议有些以上的人选最好定期检查胃镜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者下方频道去留言 我们一时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频道去交流 关于体检的一些事 感谢观看